伤情罪是晚良天 憔悴私人不堪言 妖酒催长三杯醉 寻香惊梦无惊寒 拆头奉邪 清有泪涂蜜花辽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愉悦 也难如垢也难缘 再来一个 还有女同志跟着捣乱 他们这样我就不说 那么大姑娘跟着掺乎着干嘛 这叫说一个不能多说 会的就不多 就这几百个都说了丢人 定场诗 这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 我们一共是十二三门基本功 包括定场诗都得会 好多朋友都问了 说这个有固定的吗 也没有 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也有一部分呢 是从这个民间诗词里边 移植过来的 改成我们的定场诗 在台上呢 说这么一段呢 压一压各位的耳音 有说话的您别说了 有闹的别闹了 所以说每当一说完 这一拍木头 刚才挺乱 一拍更乱了 乱有乱的道理 为什么呢 好些朋友 好些朋友啊 参与意识很强 光听啊 他已经不过瘾了 得跟着一块说 我认为以后这台啊 搁着剧场正当中 弄一四方的 四面都是观众啊 按酒吧这么干 估计也不行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接演长篇单口相声 啊 闹啊 闹好好的啊 你瞧 还比我身还大 给那哥一话筒啊 你看这个互动意识很强 不过要都这么搭茬 估计这一晚上 说不了几句正文 全是闲板 过去来说呢 书场大一点的茶社 台上台下 确实有这种现象 这还是热闹 有的时候呢 台上说几句话 台下搭个茬 哎 大伙觉得有意思 没有距离感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演员台上的话 跟台下 不能一块说 非乱了不可 比如这说着了 比如说吧 隋唐演绎 老将军裴元庆 小将军裴元庆吧 有年头不说着都忘了 小将军裴元庆 打外边一推门进来了 他父亲瞧他很高兴 你来了 你这会说 你跟观众台底一块搭就坏了 这说着呢 有一观众打这一过来 我冲他说 你来了 打起来 同样啊 裴元庆跟屋坐着 他爸爸进来了 裴元庆站起来 爸爸您来了 台底都站起来 我来了 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互动啊 它是这个 有局限性的 就好比说 喝汤里边的香菜 不搁香菜 不提味 可是说这么一碗汤 来一车香菜 也不像话 什么东西都有个尺寸问题 点到为止 长篇单口相生 丑娘娘 上文书说的哪呢 有一位老神仙 白莲圣母 太可乐这人 后来我才知道 我上他当了 不老是神仙的 当然了 他能变铁锹 这也不错 大队人马一块挖河去 估计这兵们都跑了 剩他跟鲁林公主 娘俩跟着挖 也没吃的 也没喝的 功力也不够 变点馒头也变不了了 怎么呢 他都变铁锹了 再变别的没有了 娘俩又渴又饿又累 死在这 但临死的时候 老太太拿手 在黄土地上还写了 我一定要成功 这边呢 齐玄王带着娘娘 到跟前瞧见了 心里也不是姿勿 你瞧 好好的大活人 一时糊涂 自己被自己害死了 打算挖河放水 刨着这么大的坑 到时用得上 来啊 把娘俩埋了吧 这娘俩都搁坑里面 弄好那大坟头 齐玄王点点头 果然是神仙 这个坑大小 整合适 挺好 挺好 带领人马转回林滋城 回了之后啊 大姨进城 娘娘就闹肚子疼 哎呀 这肚子里不是姿勿 我要我生了啊 玄王叹口气 他这个叛国开前匹地啊 生孩子也没这动静的 我说啊 子通啊 哎非呀 郭木荒娘 我的亲娘啊 你到底怎么的了 我可能要生了 来啊 来人伺候着 达到铲龙宫 皇宫里边有一宫啊 叫铲龙宫 取着鞋银啊 娘娘生孩子呢 是这个太子 真龙天子 把娘娘安顿好了 太医们走马灯一样的来 收生婆也都来了 开始准备 伺候着 消息传到了北宫 天底下都是东宫 西宫 正宫 三宫娘娘 唯独大齐 当初多一北宫 因为什么呢 好几任的西宫娘娘 都被正宫黄娘给打死了 所以说没有人呢 赶到西宫来 可这会儿的功夫呢 娘娘啊 不答应也得答应 为什么呀 夏迎春这个人物出现了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 带王千丝一瞧 长得漂亮又狗狗又丢丢 没这么好看的了 封什么呢 封来封去 得了 我封你一个北宫娘娘吧 天底下就一个北宫娘娘 就是夏迎春 消息传到了北宫 夏迎春乐了 要 好主意 我都恨死这个中离春了 想当初带王爷给我修建的梳妆楼 楼上楼下四层 真玩宝物无计切数 让他去了一把火拳给我烧了 多可人疼啊 现如今他生孩子了 我想个办法害害他吧 在带王面前起奏一本 讨下收生待劳的旨意 说我去帮着我黄姐 我去伺候他 领着圣旨来再聊铲龙宫 有宫女望里回禀 说娘娘啊 北宫娘娘来了 夏迎春夏娘娘 国母一听夏迎春 心说不成 她要是来了 估计这里边有事 拿手一摆 跟她说去 我不用她 我们自己能解决 不让她帮忙 让她赶紧走 宫女出来 娘娘 国母说不用您 让您赶紧走 要哪能不用人呢 这会正是用人的时候 又何况我奉了带王 收生待劳的旨意 您再通病一声吧 就说我是一定要帮忙 转身 宫女进来了 那个娘娘啊 夏娘娘说了 她有收生待劳的旨意 无论如何 非得帮这个忙 娘娘说我不用 她不知道吗 太不香花了 难道说真要气死我吗 一伸手 优打旁边 抓回一只花瓶来 啪摔着地下了 摔了一个粉粉碎 你把这东西拿去给她看 再进来 这就是她的榜样 宫女们拿剥下 把这碎片都收好了 端出来了 娘娘 您看见了吗 宫里边有一大花瓶 国母一下把她摔碎了 说您要再进去 这就是您的榜样 好 再见 怎么呢 说的出来 办的出来 真进去 真把我摔碎了 怎么办 赶紧回自己的北宫 坐好了 心说这也不成 她不让我进门 怎么办呢 哎 你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顶之规 拿眼睛一扫啊 在前面花盆架上啊 有一根铁链子 拴着一只金丝猴 这小猴特别可爱 有这么大个 蹿上跳下 什么拜一拜呀 敬个礼呀 什么都会 平时夏英春很喜欢她 今儿一琢磨 要想办大事 我得舍了她 一浑身 把自己内庭的总管叫过来了 我说大总管呢 娘娘 娘娘带你怎么样 哎 您带我恩童再造 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山高海后之恩 别废话 现如今有事用着你了 您说什么事吧 你把那猴给我宰了 要我 娘娘 客气了的 多好看的小猴啊 您不是很喜欢她吗 你甭管了 现如今我有用处 把猴宰了 把皮包了 拿个盘子 把她脱好了给我 哎 那成 总管过去 把链子摘下来 把猴弄到外边 一刀杀死 剥去了外皮 感觉这猴一剥了外皮啊 猴寒沉猴寒沉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 后边还带着 这么长的一根尾巴 拿盘子拖进来 您瞧瞧这个 呵 看着挺可怕的 行 你放去吧 拿布把它盖好了 你把彩霞给我叫来 扎 转身出去 彩霞是谁啊 哎 是这位北宫娘娘 贴身的宫女 最信任的人 一会儿宫人进来了 娘娘啊 您找我呀 嗯 我跟你说啊 如此赞班 赞班如此 有这么一个事 你替我去搬来 事成之后 必有重赏 要不然小心你的脑袋 哎 娘娘您放心吧 拖着牌出去了 干嘛呀 这是她顶下的一条毒计 拿这金丝猴 换太子 来在了铲龙宫 彩霞有个姐姐叫彩云 在昭阳正院这边 今天呢 服侍国母 正好也在铲龙宫这 来到这了 要 彩云呢 哎 姐姐您来了 你们这忙什么呢 娘娘要生了 这不都忙着吗 哎 我搭把手吧 找个地方 把这猴藏好了 跟着里里外外的忙活 一会儿的功夫 听铲龙宫里边 有孩子的啼哭声 所有人的心全放下来了 哎呀 娘娘生了 好事啊 彩云出来了 嘿 大喜 娘娘啊 生了男孩 大齐国有了后了 产生太子 大伙都高兴 有的说赶紧送信去吧 宣王还等着呢 有送信的 有熬药的 有准备东西的 这会儿功夫 彩霞拖着盘子进来了 一瞧啊 娘娘生完孩子 脸色呀 惨绿惨绿的 这会儿啊 闭目无语 人呢挺难受 旁边那儿 放着这小太子 哼 又白又胖 大眼溜精 孩子长得好看 一咬牙一狠心 把太子 跟这小猴 换了一个个儿 拿红布 又裹好了 转身就出去了 来到门口 往前走 身背后有人喊他 哎 彩霞 你干嘛去 回头一瞧 是自己的妹子 彩云 我没事没事 慌里慌着往前走 踩云一瞧 不对 这里边有事 后边是紧紧的追赶 俩人可就追去了 放下他们不提 这边有人呢 把消息 告诉了齐宣王 宣王乐的 你看这个东西 都说这个 我没有厚 你看 现在我也有了太子了 我问问你们 那个小太子 长得好看吗 他说好看 这儿的 大眼溜精的 特别的随您 长得跟您一样 你当然我儿子嘛 能不一样吗 来啊 白家 禅龙宫 看看我的过目黄娘 看看我的小太子 来到禅龙宫 坐的外间 里间是黄娘的病榻 有人呢 就把包孩子 这个盘子 拖出来了 嘿 大王先生 您瞧瞧 这就是咱们大齐国的 小太子 有人一聊开了 宣王脱过来一瞧 刚才谁说 碎我来着 谁说的 他说的 退出这啥了 我是这样吗 我比他白经做了 我的娘 还有个爷们 这是人吗 这是 这个 大王先生 这有可能 您想啊 您没事 您就爱出去骑个马 小太子随您 一烙声 把鞭子带来 别废话 别废话 哎呀 我这个娘呀 这是什么呀 难道说 这是个妖精吗 我打齐国 怎么去了 这是 没有儿子 判儿子 判了儿子 是个妖精 这是其有此理 来啊 把郭姆荒娘绑上 一会儿杀了他 缠声咬你 也太不像话了 一甩孝子 气冲冲 回后宫了 郭姆这儿 昏沉沉的 思明白思不明白 有武士们进来 妈肩头拢二倍 可是有好心人 说娘娘刚生完孩子 你们这样太残忍了 那怎么办呢 亡命不可委呀 这样吧 拿了几床背后 把娘娘都围好了 外边再捆上绳子 好 这回娘娘跟大炮似的 搁在车上 拉到武朝门以外 这儿绑有庄绝 一拉肋好几个庄绝 过去来说 退出武门开刀问斩 很残酷 把娘娘绑在庄绝之上 她也不知的疼 也不知的难受 怎么呢 欺负床褥子 跟背头捆一块了 围的暖的乎乎的 跟着 她捆在这儿了 丞相燕鹰吓坏了 怎么了这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难道说娘娘 真能产生妖怪吗 不可能 这里边是肯定有事 上了八宝银银店 去见宣王千岁 说您怎么能这样呢 为什么要把郭沐杀了 哎呀 老丞相 你是别文良 那个孩子长得是个妖精 他产生了妖精 你琢磨琢磨 我能不杀他吗 你想想 大七国毁的他手里边了 你别讲清了 这个事你们说不出理去 严丞相一瞧 这理是没法说了 有打殿上下来 吩咐人来 带马 赶紧奔东鲁王 殿下薛坤的鲁王府 来到鲁王府 薛坤迎出来了 什么事 现如今出了这么当的事 你国母皇娘产生太子 不知被何人调包 宣王千岁可及了 愣说你国母皇娘产生了妖孽 现如今绑在武门以外 装绝之上 三声炮响 人头落地 你当初保大旗 可是因为保黄粱 黄粱若没有了 你还保大旗吗 那我就不保了 可现如今我得救我的黄粱 不错 救可是救 你怎么救 我去请旨 我让他饶了 这不可能 现如今 你父王 这脑子都拧在一块去了 你这么说 他不会听 干脆这样 我教你一办法 你如此这么办 怎么办如此 丞相 你这主意损点啊 你看 咱们说的是救人 不住院 办不了 行嘞 我听你的 稳了稳身上的盔甲 摁了摁头上的头盔 累下的宝剑 撑出来 磨了又磨 汤咯咯咯 宝剑还侠 有打府里出来 赶奔金店 登登登登登登登 来在柳 殿上一瞧啊 宣王坐在龙叔案后 不是吹红瞪眼呢 太不像话了 还说那个玩意 长得像我 我比他白经做了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我一定得杀了他 省了要紧 他就不是人 正说着呢 犹打底下一阵风似的 东路王到跟前了 往常见面 失礼磕头 今天没有 来着欠欠 苍朗朗 按键持退翁黄 把这狗剑撑出来了 拿手 砰 一拉宣王这拨领子 宣王一抬头 呀 日子 龙一瞪子 我是你爸爸 呀 怎么着 这辈儿改了是怎么着 有事你说 咱不能这样 怎么你来这来腻了 是怎么着 你跟我出来 一来他右手的剑 可就举起来了 两旁边太监们 公俄们文武群臣 没有敢拦的 怎么呢 他们家这事太乱 一会儿杀 一会儿不杀 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 腰额子太多 又何况说 东路王手中这口剑 那是砍瓜切菜一般 销铜断铁如泥 邓起一根头来 往上一吹 呼一下子 两边都断了 一落童前 弄好 塌浪一下子 能剁碎了 谁上跟前啊 都两往边撤 往后躲 没人拦阻 有打龙叔案后边 愣把这位宣王 撑到五朝门以外 蹬下一根腰带来 把他捆在庄局之上 这边捆着是娘娘 这儿捆着齐宣王 齐宣王一纳闷 这怎么的了 这啥 他捆在那儿 还有个背后呢 我生我都没有啊 我说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我问你 国母黄娘绑在庄局之上 什么意思 他产生药性 我准备杀他 对 不是他 是你们俩 我怎么也得杀 你是妖之父 知道吗 那妖精是你亲儿子 你也别活着了 你们俩一块 哎 我的娘啊 这个缺德主义谁出去 这准是烟影 你抹着脑子你 啊 孩儿 你说打算干什么吧 干什么 放了我国母黄娘 啊 你不知道吗 这孩子 他随母亲一半 随父亲一半 最起码这里边有你的责任 你这事闹子 你解开吧 好少量的吗 我听你的 苍朗朗一下子 拿宝剑把绳子解开了 哎呀 齐全完活动着胳膊 这哪天我得打眼影一顿 啊 这个缺德主义 肯定是他出的 哎呀 行了 我去你的吧 把你黄娘放下来吧 宝剑过去 绳子砍断了 有人过来 把娘娘放到车上 又拉回铲龙宫 抬到龙塔之上 背后盖好了 娘娘叹了口气 哎 醒过来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累呀 旁边太监说 是您折腾半天了 五朝门外 您还站了一会儿呢 我不知道啊 做梦 不是做梦 刚才出了点事 您好好歇着吧 我问问你们 我生的太子呢 大伙一听这怎么说呀 太子是妖精 不能说 刚生完孩子身体不好 赶紧劝他 那孩子呀太不幸了 生下来之后就死了 已经都埋了 您蒙难过 过过您再要一个得了 大伙都劝他 自己也难过 可是呢 又一想得了 这会儿呢 自己不能太哭 对身体有损 又把宣王请过来 宣王也不好意思提这点事 还跟大伙说 谁也别提 假装没发生过 这事就过去了吧 这篇就先过去了 那么那孩子哪去了 后文书自有交代 先把他搁在这儿 暂且不提 宣王安慰好了 国母皇娘 回到后宫 倒上一杯酒 一边喝 一边心里憋着 这叫什么事呢 好容易有个儿子 养活出来是那个母儿的 你说怨谁呢 怨我 怨他 哎 心里挺难过 正难过呢 犹打外边黄门关进来了 带王前帅 老王爷来了 让他进来吧 说声让他进来 功势不大 有大伙把进了一位 头戴酒粮冠 身穿褶黄袍 这胡子呀 都到胸口这儿了 看这岁数得八十多岁 谁呀 齐宣王的二叔 老王爷 往里一走 拿手一指 哎 我说 听说 大齐一国有后了 那篇借过去了 那篇借过去了 你不听念头啊 我不知道啊 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别扫兴了 不是 我就听他们传 生一孩子 还长尾巴跟妖精似 你还是知道啊 你啊 你还是知道啊 那孩子都没了 你别问了 我这个心里翻着呢 哎 我说 带王前帅啊 你也别着急 现如今呢 我有件事啊 准备麻烦你 哦 什么事啊 哎 帝王家呀 也有百姓的苦恼 我那个姑娘 你那个妹子 你知道吧 灵花公主 啊 我知道 我妹子怎么去了 哎 这就是咱爷俩关上门说话 你这个妹子呀 个性 打小她那个脾气 你是知道的 事也多 尤其啊 甲夫找主的事上 我为他都急死了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瞧谁都瞧不上眼 今年不小了 二十九 笨三十的人了 啊 老在家待着也不是事 我为她的婚事 愁白了头发 你说怎么办 哎 叔啊 我也是替你着急啊 是 我要站在你那个位置啊 我也活不了 我这个妹子 实在是太个性了 啊 你就拿她架的这四十来件 来说吧 哪一件不是让她把人都打了 这个脾气能跟谁啊 现如今大齐国 你跳吧 你说让他架谁 我给你办去 真的 现如今这样 我瞧上一个主 我觉得不错 这要是当了我的姑爷 当了你的妹夫 以后对大齐国江山设计有好处 谁呀 你说吧 听说有一个吴启大将军 现如今 在咱们这儿呢 哈哈 如果让他 做了我的养老女婿 我觉得这事挺好 哎 你要是不提 我还忘了 吴启不错 温有温才 吴有吴才 弄的也不错 而且最近 他那个媳妇刚死了 他有媳妇 他原来是吴国的驸马呀 那个公主死了 又累又饿又咳 我给他买的 我给他买的 挺好 这个事我能帮你 你别管了 我这就传职 让吴启 去灵华 他以后就是聚麻烟了 他肯定乐意 旨意传出去 消息就到了吴启这儿 吴启一琢磨 这是个好事 我在齐国这儿 跟人家齐王一家子 不沾亲 不戴故 又何况我是个降将 人家不能完全信任我 如果说我成了骏马 那我跟戴王千岁 可是亲戚 以后他能重用于我 挺高兴 当时点头答应 我愿意 这边有人 准备搭棚办喜事 这婚礼办的是热闹闹 挺好 过了门子之后 一瞧 这位郡主 事还不少 一天到晚刺了 割机 没有一天 找不出毛病来的 可是一琢磨 没办法 身在矮言下 必须要低头 也就凑合答应 闲着没事 自己围着皇宫那院 一散心 看看旗花一草 瞧瞧这些个真奇的野兽 自己散心 这天 走在御花园 吴启抬头一看 又打对面 环佩叮当 来了这么几对人 领头走这边 穿重打扮 富丽堂皇 身边跟着的 看穿衣服 是宫女打扮 那么谁呢 来的不是别人 北宫娘娘 夏迎春 夏迎春 闲着没事 出来 御花园里边 来看一看花 整好的 跟吴启走一对脸 吴启是个漂亮小伙 望旨一战 气宇宣王 不怒自威 娘娘一瞧 不错呀 这个要是跟宣王比 宣王就得扔啊 一回头 看看自己的贴身宫女 你们瞧这怎么样 宫女截截头 娘娘 您得着吧 这挺好这个 娘娘说这是谁啊 这不是外人 这是新招的郡马爷 吴启大将军 这叫吴启 听说他原来那媳妇 为了找他 饿死在咱们林子城外了 他后来跟了林花郡州 是 就是他 大将军大元帅 现如今了不起了 跟咱们也沾亲 是吗 你瞧这事闹的 两步到了跟前了 对面来的敢是吴启将军吗 诚诚诚 您是 你不认识我呀 我是北宫娘娘 夏迎春 哎呀 娘娘在上 末将不知多有得罪 一聊假叶子 呼隆就跪去了 娘娘赶紧伸双手相扇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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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娘们过来来 娘娘娘娘娘娘娘 啊 怎么了 这您等会儿 有话好商量 吴启闹一大红脸 再瞧娘娘 眉梢眼角 说不尽万种风流 眼睛里都能说话 吴启说 这什么意思 这是啊 皇宫里边还有这儿的人啊 娘娘 呀好 吴的将军 我早就听说您大名了 您了不起 是一位大英雄 要文才有文才 要武略有武略 没别的 我很羡慕您 很钦佩您 我今天准备在北宫院摆下酒宴 请您过来饮宴 您看 能赏脸吗 哎呀 娘娘 您这是抬举我呀 我一定去 好 你赶紧来啊 你别耽误我等着你啊 转身走了 吴启站这儿想了半天 心说这怎么不像娘娘啊 嗯 娘娘也太客气了 让我去 我就去吧 一琢磨娘娘这母儿 这表情这样 再回头想想 自己这媳妇 这位郡主玲花 这两个人没有可比性啊 玲花那脸要是涂点蓝色 说是国母皇娘小时候 有人信 我要是跟娘娘好上 这可是好事 对 我得去 我现如今在这 别看当了郡马了 我是寄人篱下呀 如果说我跟娘娘 冰河一处 降打一家 到日后找一节骨圆 推倒齐宣王 大齐江山 就是我的了 这小子心术不正 憋着谋朝篡位 到晚上 按时来到了北公院 一瞧啊 这都摆满了 各种吃的 娘娘洗澡 换衣裳 喷这些香水啊 喷了四斤多 提鼻子一闻 跟偷吃羊屎似的 坐这等着 要怎么还不来啊 我说 他们来了啊 宫女说您等会儿 不说那点还没到呢 一会儿就到 还不到啊 要不咱们找她去 不成 咱们这饭都预备了 您再等会儿 要缺了得了 还不来啊 正着急呢 扭打外边 假叶子声音 吴起来了 迈不亡的一走 娘娘眼都看直了 眼珠子掉桌子 登登登 蹦好几下 拿起来 现在忘回柔啊 太好看了 站起身来 来坐这 来来来来来 坐在一边 娘娘上一眼 下一眼 左一眼 右一眼 打亮了八八六四眼 端起酒杯来 来 来咱们喝一个 喝一个 吴起 端起酒杯 拿眼角扫了一眼 娘娘 心说呀 你也是啊 败柳残花之辈 今天你既然勾的我 我可不能放过你 送上门的干粮 不能不吃 杯来斩去 俩人喝的差不多了 到最后啊 月亮已经挂到中天上了 宫女儿过来了 娘娘 天可不早了 是啊 那什么那个 今天带王去哪了 上郑娘娘那去了 不上这来了 我说 大将军呢 郡马爷啊 天也不早了 要依着我说啊 您就别回去了 吴起这脸 噔就红了 郑合我意 那你脸红什么呀 我怕你不这么说 如此说来 娘娘千岁 我得嘴了 你别客气 来来来 等这天 等好些日子了 两个人关上宫门 跟这睡觉 打这起 这两位就勾搭在一起 天长日久 没有不说的话 到这一天 吴起喝多了 跟夏迎春一聊 说现如今这样 没意思 我是寄人篱下 你呢 你琢磨琢磨 要说论长相 你不如郑禅玉 论能力 你不如钟离春 而且你在宣王的眼睛里 多多少少 怀有敌意 你这有什么意思呢 你就不如做一国的国母皇娘 说了算 夏迎春说 那感情好 我也盼着这天 那怎么才能当国母皇娘呢 我跟你这么说 你想在宣王这 当正宫国母 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我要是当了戴王 我要是当了君主 你能当正宫国母 好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能当呢 这事得你帮助我 没别的 在你的粉宫楼内 咱们呢 顶层设下加壁墙 我带着兵刃 藏在加壁墙之内 你去请去 把戴王千岁 中立国母都请来 在咱们这个酒楼之上 给他们用毒酒要好了 我从加壁墙出来 杀了齐宣王 江山就是咱们两个人的 我当了戴王 你就是正宫国母 好主意 你甭管了 跟手派人准备 在楼上边 安排加壁墙 都准备得了 这边派人去 去请齐宣王 宣王说那去吧 这些日子也没上北宫去 那我去 我去 我想看看国母皇娘去 来到这 跟国母一说 说我准备上大院看看去 你身体怎么样了 黄江说我倒是不错 可是今天心口疼 你多陪我一会儿吧 那行 那我今天不去了 就没去 跟这待了一天 可是吴起呢 从夜里边就站甲壁墙等着 等了一天一宿 怎么没来呢 就实在没辙了 自个儿出来 哎 饿死我了 有吃的吗 来这 夏营春说 你说这都摆着呢 他没来 得咱俩吃吧 吃 吃差不多了 夏营春说 我还得去 我去请他 到那一请 宣王说行 我去 你甭管了 我一会儿就到 你们偷走呗 回来了 赶紧 吴起钻进甲壁墙 要走 娘娘说不行 心口疼得厉害 比昨天还厉害 那我不走了 我陪着你吧 又待一天 那种跟里边又站一宿 两天两宿没睡觉 到第三天 夏营春来都哭了 我等你三天 你没去啊 宣王说我去 你别管了 我现在走 咱们一块去 来着夏营春 来到粉宫楼 上等落来 往这一坐 把窗户推开了 一瞧外边风景 还是真不错 等着吧 夏营春跟着定好了 摔杯为号 酒杯只要一掉 甲壁墙一破 吴起出来 要刺亡杀架 拿起酒杯来 来 带王您喝一杯 假装没留神 啪叉一下子 被吊跌碎了 甲壁墙没动静 要拿起一个来 带王您喝一杯 啪叉又碎了 玄王说你怎么去了 这是 这么不小心 你别吵醒 我这手的滑里 烫一个烫一个烫 满桌子都摔碎了 甲壁墙没动静 喝 把夏营春气的 悄悄来到这 扒开门一瞧 喝 吴起睡着了 墙 感谢观看